你們知道以前古時候的人啊 他們就是把空心菜當作吸管 你們知道嗎? 空心菜或是竹子啊 所以吸管的概念其實是從以前的空心菜傳過來的 不然你們以為 好的,又到了我們白天的三國劇戰略版的環節了 我們現在是已經到達一個寂寞結算的概念 那寂寞的時間呢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賽季的公告 現在呢,我們這個劇本已經報名結束了 所以就是等待公佈合服的時間 然後我們下一次這個 賽季開始的時間就是三位公佈 會在9月15號的時候公佈給大家 我們沒有意外的話應該就是禮拜六 然後下一季的劇本呢 就是也還不想跟你說 然後賽區也先不告訴你 先讓你等一下 賽區的隊伍呢 就是也這邊也不是很方便跟你說 所以我們就一起等到9月15號這邊公佈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我們跟誰變在一起喔 OK,那現在就限制了 因為我們終於到了第九季嘛 下一季第九季 所以等到下一季開始的時候 已經不能創建新角色 進入本伺服器了,非常抱歉 那就等9月15號一起公佈這些內容吧 然後我們現在142伏的S8 那現在的目前狀況 戰役分別 就還是跟上周差不多 就是我們山東的話 就是我們這邊在 比較偏向一個 哪裡有戰功我們就去拿高 那其實就是 資源州這邊 關中司力跟江漢呢 其他地方也是有一些刀啦 長安現在是我們俠克軍獲勝 然後這邊有人即將要撲過來了 但是這邊也是 就是滿滿的俠克軍 所以應該也是沒有 不太怕的 不錯耶,大家都辛苦了 我也覺得 還有中秋節快樂 你們看遊戲就是 這麼的友善 儘管你是敵人 他還是會跟你說得清楚啦 還有中秋節快樂 還有其他地方 除了隱藏之外呢 目前這個高堂這邊好像 也有發生一些事 根據這邊高堂的話就是 看起來是墜霞這邊在 當個守門員 看起來是隱藏形成的一個刀 這邊好可愛喔 看一下這裡發生什麼事 這邊呢 楊巨的部分 好巨羊 念反了 巨羊四集成 是也是俠克軍拿下 你們應該很習慣我念反吧 你們很敏感耶 我看看喔 還有什麼地方咧 林楚這邊啊 公安港 為什麼公安港跟怡陵 永遠都有到啊 然後這裡又看到的是 另外一個 一樣是匪 匪軍 對抗的是這個 夢遊 然後在這個公安港那邊交戰 目前呢呈現了 嗯 右半邊 匪軍 左半邊 正規軍 OK要看一下公安港 跟伊林 伊林這邊好像剛剛也有出事 伊林 沒有視野看不到 但目前伊林的港口 是被巨馬給揹起來了 天水這邊 這邊怎麼那麼多人啊 天水也是俠克軍的 來清算一下地圖 俠克軍總共目前是三座 這邊還有一個閃關耶 沒有人要打閃關嗎 閃關在這邊覺得很 但這邊看起來有 晴天猛的 在圍這個閃關 順便跟大家說一下下一季S球 還有胡勞關的東西 胡勞關的東西 胡勞關的東西真的 挺酷的 這個好像有跟大家說過耶 就是9月3號的一個官方公告 有一個決戰旅部 然後胡勞關的副本 競速挑戰賽 然後就是請大家要加入那個 挑戰模式 心思乏亂的劇本裡面 活動期間是這個 9月17 是PK賽季心思乏亂結算 那活動對象呢是 第一伏到166 然後報名挑戰模式 心思乏亂的劇本玩家 那這邊有那個 前面冠軍 亞軍 季軍的這些獎勵 就除了就是金珠啊 還有頭像狂之外 然後額外還有一個貢獻的包 然後但是是有盟主 就是自行分配的 而且它裡面的內容就是 可能會有圖紙啊 清清寶刀啊 清用咽月刀 然後像巴蛇毛 或方天畫紙啊 之類的 然後還有重塑卷 重塑卷有時候可能很好用 當時你不小心把那個人吃了 那你重塑一下 不用等10天 其實虎勞跟關開啟之後 你要在兩個小時內把它打下來 我覺得真的超吃配合的耶 我那時候看先鋒服的狀態也是這樣 然後又要講求速度 我覺得主要先要配合好 就已經是一個 因為兩邊要同步 會比較好 那你要配合好 然後你又要競速 那你時間真的要抓得非常剛好耶 我這邊可以提議一下山戰 就是 山戰爸爸可以考慮 下一次的中秋節可以在地圖上找月筆 就跟之前就是找那個 找那個合起來的寶物一樣 我覺得那個很好玩耶 就是到知名景點 然後去找月筆啊什麼的 覺得挺好耶 我這邊是怎麼了 怎麼輸啊 不懂耶 會磨啊 快要被繳蟹了 太狠了 瘋狂被繳蟹 然後又中毒 又叛逃了 到底想要怎麼當 哇 頂不住耶 又被繳蟹又被叛逃 哇 好煩 突然今天不是很喜歡元少 突然今天這邊覺得元少有點煩 還被虛弱 你在哪啊 現在過來撞 我已經被別人撞回去了 啊 還想撞我啊 我已經回去了 好 我這邊有一場勝利 然後一場平局 我跟他站平之後 我被他打敗了 好香喔 聞到草公廳菜的味道了 你們知道以前古時候的人啊 他們就是把公廳菜當作吸管 就是拿來喝飲料 你們知道嗎 空心菜或是竹子啊 所以吸管的概念 其實是從以前的空心菜傳過來的 就是以前有個就是小屁孩 他就是在吃菜的時候 就大口一吸 然後不小心喝到菜汁 欸 媽媽媽媽 這可以喝湯耶 然後就 欸 媽媽就覺得 欸對耶這也可以喝湯耶 然後就哇 就告訴了他的爸爸 然後他爸爸告訴他的朋友 他朋友就告訴他的戰友 然後就這樣 口耳相傳之後 就是空心菜變成 這個吸管的突發奇想的 這個 靈感來源 對啊 咦傳百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傳下來的 不然你們也會咧 好啦 那我們今天 南國日戰略版的環節 差不多搞一個段落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下週 一樣下週禮拜天 一樣會有三戰的環節 然後 估計下禮拜六 就會開晃了吧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禮拜天的話 可能就有可能看到開晃的時候 OK 那大家也別忘了關注 三國之戰略版的官方社群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我聊天室的連結 下台三國之戰略版 我在三國等你 大家掰掰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們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留言讓我知道喔